小男童身体不适 一早到诊所看诊 就怕感染诺罗病毒 根据机关书统计 上周腹泻门急诊 就诊人次遇16.5万 腹泻疫情标志高点 近四周腹泻群聚通报 已累计78起 当周诺罗病毒就占67% 诺罗病毒的传播途径 最重要的话就是飞沫跟接触 麻烦的事情是 酒精没有办法完全杀掉它 有的时候是需要用到漂白水 疫情中心发言人罗一军 指出春节后到228年假 腹泻就诊都处于高峰 没有明显下降 而随着口罩令松绑 许多病毒也跟着蠢蠢欲动 一名一岁男童及四岁女童 分别出现发烧活动力下降 嘴巴出诊 口腔溃烂症状 家长紧急送医 发现是感染肠病毒71型 医师指出肠病毒71型 重症死亡率高达50% 若身体出现嗜睡活动力不佳 手脚无力 肌肉抽搐 持续呕吐呼吸急促 就要特别注意 肠病毒71型 比一般的肠病毒更要毒很多 它会攻击到我们的脑部 特别是我们的眼髓这些地方 所以得到之后 几乎是非死即伤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是越来越频繁的 所以很多的肠胃道 还有呼吸道的传染病 这些全部都会毁了 医师强调拿下口罩 同时许久不见的病毒 又会开始作祟 呼吁大家人要保持勤洗手 戴口罩习惯 预防病毒 照上门 记者临船 陈教人台北采访不到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我们下期见